那接下来跟进国内新冠疫情的数据 我国昨天的单日确诊维持在2万宗的水平 但比起前天呈现了上升的趋势 新增25854宗病例 那另外死亡病例也是写下了今年新高 通报78人病逝 其中34人属于宋院前死亡个案 卫生部数据显示 虽然确诊病例有所增加 但全国基本传染数从原本的1.03 微降到1.02 在所有联邦直辖区和州属当中 只有柔佛的传染数值少于1.0 沙拉越的传染数全国最高达到了1.37 新增病例最多的州属依然是雪兰娥 接着是吉达和宾城 由于染疫人数增加 共有12个州属及联邦直辖区的 普通病床使用率过半 包括布城、雪兰娥、玻璃市、彭亨、柔佛等州区 吉隆坡、吉兰丹和霹雳的普通病床 使用率则是超过九成 至于加护病房方面 使用率超过50%的州区则有8个 分别是布城、吉隆坡、柔佛、马六甲、吉兰丹、玻璃市、雪狼娥以及沙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折 которы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Beast